第三题问我们说我们在做肥皂的时候为什么要加入饱和食盐水 我们教过做肥皂步骤第一步是做造化 第二步是做盐锡就是要把做出来的成品倒到饱和食盐水中 因为呢我们的肥皂不容易饱和食盐水 同时呢比饱和食盐水的密度小是会浮在上面 所以呢我们要做盐锡的目的呢 就是要让我们的肥皂跟我们的另外一个产物干油分离 所以我们的这些所谓的盐锡的动作的目的 所以我们第四案题的答案是使肥皂跟肝油分离